近百週的桌椅都擺好了 但民眾卻開始撤退 中秋晚會開始前夕 傍晚6點多 下起輕盆大雨 烤肉活動一度取消 這三年已經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理了 好不容易開場今天又這樣 超可惜的啦 所以疫苗要取消了 我也不知道 堅持到底 撐著傘收拾 難掩失望神情 後稱全高雄最盛大的 風街烤肉活動 28號管間在鳳山城邑里舉行 開考前一刻 卻被無情的大雨攪局 不過有民眾不放棄 直接挑戰雨中生活 一點火下一秒就熄滅 困難度有點高 不過堅持就是勝利 終於在一小時後雨停了 有看到時間嗎 所以就確定應該是沒雨了 氣象局APP的神准預測 讓整場活動 總算能順利進行 不過原本預估千人到場 卻有好幾組人 移進自家棋樓 就怕雨神又來亂 而今年因物價上漲 烤肉組也從1500元 上漲至2000元 我們的食材都漲了很多 所以今年 我們在食材的處理方面 就感覺到這個 價格的壓力比較大 大概漲了三成多左右 大概要價多少錢 我看你們家準備特別豐盛 吃高興就好了 錢不是問題 安阿雞香噴噴出爐 自家人要吃的 霸氣說錢不是問題 中秋烤肉間賞月 開心的是一家人團聚 即便雨下的再大也 交互洗熱情 TVBS新聞 文章聖雄 林佳一 孫小組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